欢迎收看庄舍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北海道年度盛世扎黄雪季 每年都吸引超过200万名观光客 今年台湾著名观光景点 行天宫也登上雪季舞台 精致的雕工搭配灯光效果 在白天和夜晚展现不同的美感 许多观光客看了都忍不住直呼 好想来台湾 看看行天宫本尊 巨大的行天宫冰雕 在夜晚闪耀璀璨光芒 台湾名胜登上北海道年度盛世扎黄雪季 在白天和夜晚呈现不同美感 这座高10公尺的行天宫 由日本冰雕科会成员打造 其中许多人还是经验丰富的饭店大厨 细腻的雕工让樱花妹直呼 超棒的 超棒的 很漂亮 很像小物 很像 有想像嗎 有想像 是台灣的意識嗎 很像 有想像 在天地上 在天地上 那是很驚訝 那是很驚訝 諸日代表處連續四年 和日本美日新聞社合作 在渣黃雪季 推出大型冰雕 宣傳寶島之美 去年訪日的外籍觀光客 就屬台灣遊客最多 將近三百萬人次 張晃市副市長錦尚維文 特地感謝台灣 諸日代表沈思純 也特地為大家介紹 行天宮的歷史 行天宮祭拜關羽 關羽在過去傳說中 都是首先使用算盤 首先使用帳簿 所以跟這個商脈繁盛 有一個保護神 所以在事實上 很多日本觀光客 到台灣也非常熟悉 行天宮這個民生地點 不只有行天宮 亞洲最古老的教堂 菲律賓馬尼拉大教堂 也來搶劑頭 另外更有參考 電影星際大戰的 全場最大雪雕 讓民眾嘆為觀止 今年的紮黃雪季相當精彩 歐美國家的觀光客 也都遠道而來 不願錯過 中央設計者楊明珠 扎謊後的 馬來西亞中部的黑風洞 是印度教徒的重要聖地 每年1月底2月初的大寶三節 居住在馬來西亞的印度教徒 都會前來參拜 信徒抵達黑風洞之後開始步行 爬上272個階梯 要到山洞內的廟宇拜神 場面相當壯觀 除了參拜神明 大寶三節也是信徒表達 懺悔和還怨的節日 有些信徵會以鐵枝或鐵鉤 穿過臉或身體 或者是背負著重達20公斤 用鐵片和鮮花素果 裝飾的重物卡瓦蒂 來表達虔誠犧牲的奉獻精神 透過這些苦行儀式 贖罪或者是祈福 黑風洞的大寶三節吸引超過10萬 信眾和遊客湧入 近年來也成為馬來西亞 重點行銷的觀光賣點 今年更擴增了攤販規模 現場多了許多算命 販賣神像和印度小吃的攤位 氣氛也更加熱鬧 中央社記者郭朝和吉隆坡報導 臺灣的旅遊景點多 美食豐富 人文素質高 近年來已成為香港人的熱門觀光景點 根據臺灣觀光協會統計 去年訪台的香港遊客 超過137萬人次 創下歷年最高紀錄 香港人去臺灣 可以講得是一個平常的不同 除非周末都會去的 我見過客人 一個月去一兩次都是這樣的 香港日前舉辦樂活博覽 展示豐富的有機天然食品 臺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表示 寶島水果多樣豐富 今年將推出水果油 向港客介紹臺灣特有的珍奇水果 今年我們有即將推出八種珍奇水果 今年先推出八種 包括了我們講的那個 黑金剛蓮霧有沒有 那個超厲害的蓮霧 一顆小小一顆 臺幣要一兩百塊 臺灣多家休閒農莊 也參加這一次的博覽會 邱祥林表示 越來越多港客付臺灣旅遊 選擇民宿或是農莊遊 顯示臺灣旅遊業的多元化 中央社記者張謙香港報導 中央社擁有陣容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居臺灣媒體之首 將近三十個據點分佈五大洲 以臺灣觀點掌握全球脈動 過年快到也祝大家新年快樂 新的一年祝大家身體健康 都自如一樣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忠信兄弟內野手黃士豪 在這裡祝福各位在2015年新年快樂 大家好我是忠信兄弟的許基鴻 祝福大家2015年新春快樂 平安喜樂一切順心 祝大家新年快樂 羊年新大運 羊羊得意 羊羊得意 中華民國積極參與國際組織 農委會最近和國際水稻研究所 簽署合作備忘錄 在農業研究領域上正式建立合作關係 我們覺得我們跟臺灣有很特別的關係 我非常感興奮 在我當時的總統 我們可以組織這關係 而移動它到更高的程度 國際水稻研究所成立於1960年代 總部設在菲律賓 曹創初期 臺灣派出多名農業專家 貢獻專長 其中中央研究院院士張德馳 在這裡研究稻米品種改良 長達30多年 建立稻米基因庫 現在已經蒐集到世界各地124000種稻種 規模堪稱全球最大 農委會表示 臺灣和國際水稻研究所合作 雙方都能獲得有關稻米的最新技術 和知識 創造雙贏 那如果我們能夠藉由這樣一個機會 能夠把我們的知識貢獻出來 然後可以擴起到所有這個 其他地區的人 那也可以從這樣一個機制 獲取到最新的這個有關稻米研究技術 這樣是對我們是非常有幫助的 對雙方在稻米的研究 開發品種的改良 人員的交換 都今後在2016開始 會密切地加強合作 祝菲代表更指出 菲律賓本身農業條件家 土地肥沃 氣候溫暖 臺灣則擁有人才技術與其他資源 雙方合作 潛力寬廣 中央設計者零行件 馬尼拉報導 被譽為德國工程建築藝術 歷史性指標的尼德芬諾傳播提升機 是全球指標工程之一 四位機械工程師和模型工程師 以接力方式花了20年造假25萬歐元 打造比利時為50比1的傳播提升機模型 完工的模型近日在柏林科技博物館展出 模型的機動裝置可讓民眾了解 船隻如何進入提升機內 身上落差打30多公尺的另一條河道 我們需要20年造型的模型工程建築 因為它是原本的工程建築 以原本工程建築 而模型工程建築 一直在尼德芬諾 到原本工程建築 拍照 所有細節都在原本工程建築 而工程建築 所以每工程建築 工程建築 不是塞裁 而是每個工程建築 140,000工程建築 這需要時間 目前仍然有不少船隻使用 尼德芬諾船伯提升機 但自1934年啟用至今 建材已老化 磨損情況也日益嚴重 新的船伯提升機歷經5年打造 也將於近日完工 中央社記者林林柏林報導 2015台北書展 11號到16號在台北登場 但您聚焦最具國際特色的國際書區 漫畫對於人的意義或影響 並非只有娛樂用途 今年德國館除了展出繪本和圖像小說 更將邀請來自漢堡和柏林的漫畫家 與書迷見面 其中來自漢堡的漫畫家 西蒙施瓦茨更計畫用朗讀的方式 讓大家用耳朵傾聽漫畫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新聞資訊台 和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張雅婷 我們再會 我們不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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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其裡面 我們也要扔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